大发谷节目 是 师父既然忏悔心这么样的可贵的话 那么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常常能生起忏悔之心 首先要假定自己是一个凡夫 一定要肯定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一定会有过设 所以人非圣贤谁能没有过设 这个是中国的孔夫子说的 那自己肯定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之后 他就会相信自己会有过设 那自己有过设的人 并不是无连见人 也并不是等于没有用 我们常常听到说浪子回头进不换 佛也说放下徒道立地成佛 也说回头是暗 那这些都是勉励的人 从一个罪恶的环境或者是罪恶的层次 转过头来向善去 欠转恶向善 那么像这种 把自己的观念改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要常常检点自己 在中国的孔夫子说 他这是哪一位讲的 一天要反省自己三次 曾子说 曾子说的 曾子说的 曾子说 一天要反省他自己三次 那我们不要说是 一天反省三次 至少一天反省一次 你每天晚上睡觉以前 就想一想 今天我做了多少好吃 做得够不够 好像是不够 做了多少坏事 做了多少 真是不好意思 那有这样子的一种心 那么另外呢 我们面对着任何一个人的时候 就要问自己 我对这个人啊 究竟存的是什么心 存的是占他便宜的心呢 希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的心呢 还是希望我能够奉献什么 吸住什么 帮助他什么呢 通常的人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通常的人一看到一个人 就是目不相关 这个 反正这个是普通人 或者是普通的朋友见面 握个手 你好吗 并不一定关心他 并不一定关心他真正的 他好不好 那常常能够有这种体验啊 所以自己讲真话吗 自己现在这个动作是真的吗 话是真的吗 念头是对人家有益吗 这些呢 从啊 整天的一天的一个反省 渐渐地变成了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念头啊 都能够自己自觉 是啊 一种什么心态 是啊 一种对人 好或者是不好 有意或者是无意 这种心态出现了以后呢 那你这个人是一个闲人 这是个正是个好人 那这是有忏悔心的人 一定会有忏悔心出现 所以说我是经常劝勉 我的弟子们 忏悔心不要忘掉 忘掉了忏悔心 那是自己就是啊 就是一个坏人 就是不负责任的人 但是不要认为啊 忏悔好像就是小看自己 忏悔就好像自己 已经是那么的差劲 不实在 忏悔是啊 对自己负责任 对自己了解自己 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说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 对自己的了解多少 了解到什么程度 这里边一定可以发现 自己有错误 自己有对不起人的地方 那因此呢 就会生起忏悔心来 这样子的时候 那还要养成一个习惯 对人对不起的时候 对不起 一定要说对不起 那也是忏悔 那我们普通 常常常有的人呢 借路啊 借光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这个麻烦你啊 这一种是一种客气话 那内心是不是真正的 是这样子讲了 是真的这样子想了 也可以反省一下 那也可以就是忏悔 是 那么师父 我知道在佛法里面 有一个忏悔文 好像每次啊 这个 从事很多的仪式 都要从忏悔文开始 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忏悔文 它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这样做 忏悔记 有个忏悔文 不但一样啊 忏悔记呢 这四句话 忏悔文呢 就蛮长的啊 就是我们 课宋里边的 忏悔文啊 那忏悔文 最初是要念八十八佛 后边呢 有忏悔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文字 那么这个忏悔记的话 只有十句话 就是 往昔所造诸恶意 皆有无始 谈成痴 从生 口 意 之所生 敬堆福钱 求忏悔 那也就是说 不管记得 记不得 不管知道 不知道 自己 肯定自己 从 过去生 许多生 许多生 以来 是做了很多坏事的 不这的话 现在 不是一个凡夫 不是一个普通人 现在既然是普通人 还有很多的意仗 还有很多的烦恼 那一定是 由于过去 造了很多的恶意 所以 这些恶意呢 我承认都是 我只有用嘴巴 我用我的心 用我的身体 造成功的 现在我 恳切地 对佛 忏悔 从此以后 应该受的一报 我要 接受 那 应该要改善的 要改过的 我现在彻底地 要反省 改过 这 就是忏悔记的功能 谢谢师傅开示 那在跟师傅谈话的过程当中 已经想起了很多自己的过错 同时生起了很多的忏悔心 那不晓得 您是不是也愿意 常常地反省自己 常常地忏悔 多念一点忏悔记 也欢迎您下次 继续跟我们一起来 分享佛法的智慧